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天前周孝正教授告诉我中国人民大学把他开除了 那么我今天要和周孝正教授说一说这个事 我希望能把问题问周全了 好让我们的观众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最全面的了解周教授被开除这个事件 周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周教授首先请你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 中国人民大学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通知你的具体都说了些什么 就是昨天上午大概9点10点左右 中国人民大学校办 他们有人要告诉我校办跟党委办可能是一个机构 总而言之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办 有一个女老师我不认识 听那话音应该说比较年轻 他就正式通知我 他说中国人民大学于2021年的12月17号 生效 什么生效 就是开除我的这个通知或者说这个决定 王林又过了又到了昨天吧 就是2021年的12月28号 给我打电话通知 我就记住他那几句话 就是12月17号已经生效 就是把周教授开除 他在后头有一个好像有个处分 就是开除处分 别的他也没多说 我在想问他 我觉得他有点村村土土 比如说他就没说 那你这个所谓的钱 就是工资 或者说是那些 简单说就是钱吧 他没怎么说 他也没怎么说 我也没怎么问 就结束了 所以我就要求 我在人民大学工作了30多年 我是今年是75周岁 你给我开除了 你给我来一个文字的通知 我就想这是对人的最起码的尊重 你光打一电话 而且我也没听清楚 那么周教授 你有没有问他是 就是开除你的这个关键的理由 是什么 有问他吗 不是他 他跟我说了几个理由 好像我的意思 他还说了 他说了几个理由 就是叫做 什么攻击社会主义啊 什么的 我也没听太清楚 大概就是因为我在美国的言论 我记得就是言论 我回来一想 我说什么来了 那最近咱俩说了几次吗 一个就是抗美援朝 他们拍了一个片子叫长津湖 咱们评论过他 说志愿军 我的 因为我是听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治纠实的主任 叫杜润生说过 抗美援朝是错了 绝对的错了 而且这话还不是杜润生说的 是杜润生说 是毛泽东说的 志愿军就是个侵略军 因为什么呢 没有美国人想侵略你中国 没有的事 是斯大林 这个搀动着金日成 用了中国人民奖军三个主力的师 两个主力的团 在1950年的好像是9月多 就打过了三八县 就就站了三天就站了汉城 汉城是韩国的首都 完就一直把这些人给打到海边上了 完了美国云川登陆 反击 最后就反击到亚绿江 但是美军并没有过亚绿江 这人就出兵了 那个电影叫长津湖 就是出兵了 出了据说十几万部队 金融瑞部队 就在长津湖跟美国打一仗 自己死了好像好几万 完了这个电影呢 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我记得咱俩说过这事 对对 完了说美国是侵略军 谁侵略你了 你们自己先动的手 你们破坏了二战以后的国际分界线 就是三八县 而且呢 是金大胖子是主萌 后头的支持者 当然就是苏大林 一开始 金大胖子跟苏大林还说呢 别告诉毛宗 毛宗被蒙蔽了 后来又告诉毛宗了 毛宗就是出兵 后来毛宗后悔了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出兵啊 因为美国没打算打中国 而且当时我们中国的一个兴奋点 就是武装 解放台湾 后来那个杜润生就说 说后来呢 美国的 国内的一些一流专家就讲过 说当时美国总统杜勒门 有一个决策 就如果解放军渡过台湾海峡 攻占台湾岛 美国不参与 而且用船或者是军舰 把当时的蒋介石 给他送到菲律宾流亡 毛宗不知道 毛宗就说我们怎么不知道 他说我们要知道 我们就不至于出兵了 所以出兵完全是个误导 而且他后来毛宗几次说过 这是一个错误 极大的错误 周教授在他这个说的这个理由里边 你刚才说了 他说了几条理由 你不记得很清楚 你只记得大概什么反社会主义 这有这样的内容 他里边说过朝鲜战争的问题 没有没有 这些具体都没说 都没有说 那么我想知道 当时你在听到他说的 这几条理由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说 这些理由这些的事情 你的的确确在美国这说过 不是他们就是因缘治罪 因为我当时马上反映出来 就是中国的宪法 他保护你的表达的权利 而且我说的还不是对不对 我说什么你也不能够开除 而且我说的完全正确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是完全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 说的话 我的原话 好多都是中央文件 政治报告的原话 我从来不瞎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他们就因缘治罪了 因缘治罪呢 跟他们现在的主流的观点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抗美援朝 他们拍了一个电影《长青湖》 据说票换达到70个亿 还60多个亿 咱俩说过这事 我一想 是不是我这个话说的比较猛呢 其实也不猛 因为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抗美援朝是误判了 是一个错误 是个极大的错误 谁说的 毛泽东说的 我当时就这么讲的吗 而我听谁说的 我听杜仁生说 除了抗美援朝朝鲜战争这件事 你觉得你自己 那么如果现在还记不清楚 他说了什么东西 你觉得你自己说了什么东西 让他们感觉非常不舒服了 肯定就是跟现在的极左 完全不合拍 比如我就当时我也就是 这个 我曾经说过 中央党校的蔡霞教授就讲 说你们非法修宪 本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否了 经济斗争为刚 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 有一个政治成果 就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而习近平他们非法修宪 他们把这一条重要的进步 给他修宪了 而且是非法修宪 所以蔡霞那天说 我听蔡霞的录音 说那天下午跟晚上 他气得没睡着觉 那次就说 为什么我就 我认得蔡霞 我也跟他开会也碰见过 他就说嘛 他说政治僵尸 后来我就跟几个朋友去想 说蔡霞是一个很平和的人 而且他又是一个红三代 他就是中央党校的一个资深教授 专门研究党的建设的 叫党建的 他怎能蹦出这种话来呢 后来一听他那话 就是给他气坏了 你想改革开放以后 这么重要的一个政治成果 就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 有任期制 所谓四化 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 革命化 他该改了 所以蔡霞就蹦出这么一句话来 政治僵尸 什么意思啊 当时这个中央 开那个所谓中央委员会 有一二百个中央委员和后部中央委员 他们就没提这事 突然间他就在人大 开这个所谓修宪的会 而蔡霞的意思 就这些中央委员后部委员 估计有二三百 什么话也不说 所以通过这件事 蔡霞用了一个极端的词 就是政治僵尸 他说呢 老大又成了黑社会老大 党内他想着谁整谁 所以我就想蔡霞 为什么这么激动 说这些话 有点激进 就因为 老大非法修宪 破坏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确认的党的基本路线 还有一个就是警惕诱 主要是防止左 这是中央政务局扩大会议上的话 他现在是全面向左转 所以把蔡霞给弃坏了 所以这次人难开除你 是跟你的这些的有关的言论 有关系 你认为 这些原话并不是我说的 但是我肯定是同意他这些话 就是说我不是同意他正是僵尸 我是同意非法修宪 我同意总加速师的这个说法 而且是极左 你到美国来很大程度上 因为过去我们也谈过 节目中也说过 我的感觉是说 你说中国的那个气氛很不自由了 不让说话了 所以呢 你呢 到外边来 有自由的空气 能够自己说话 那么 在中国期间 你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言论 跟现在是有所不同的 在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受到过约束 限制 压制 是什么样的形式 没有 我在国内讲话 讲课 讲座 没有任何人 跟我打过任何一次招呼 比如说中央党校 有四个 北京有一个 沿海有一个 井冈山有一个 上海有一个 还有中国的地委党校 省委党校 市委党校 我估计一共是一二百个 我基本都去讲过 没有任何人 跟我说过 你要讲什么 不讲什么 或者说呢 你讲的不好 好不好 没有 我在人民大学教书 也是没有任何人找过我 所以老有人说 我喝茶 叫周孝正喝茶记 那不是写的我 也就是说 你在中国的时候 实际上 你那些言论 至少没有受到 他们的约束 限制和压制 也就是说 至少在那个时候 并不构成 他们开除你的理由 所以那个时候 并没有开除 那么 以你看来 你到美国以后 什么样的言论 使你跟在中国的言论 非常的不同 使他们 非常的相同 没有任何不同 我在国内 讲了有三十年 我在美国来了 有四年整 我讲的话的主题 内容 没有任何不同 所以他们老说 你跑美国来 你这说了 我说我在中国就说 我有录音 我有几百盘 甚至于 甚至于几百 一百多盘的录音 你们可以听听一下 那也不是我瞎吹的 他们都是 因为我后来 讲课的时候 也是录音机多了 手机也多了 所以我讲课的时候 我的讲台桌上 得有几十个录音机 或者手机 所以给我录的 可不是一个 而且我对于他们录音 我没有任何反应 谁还录谁录 所以他们可以去看 我在北京的 待在这几十年 我的讲课录音 还有录像 我跟现在讲的 没有任何区别 周教授 为什么 你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他们不仅没有压制你 不仅没有开除你 也没有压制你 也没有约束你 四年以后的今天 你出国 四年以后的今天 反倒你认为 你说的东西 跟你在国内 四年前 以前说的东西 没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现在 他们容忍不了了 这是因为上头变了 就是从2012年 到这个 现在大概是九年了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就听过一个传达 叫七不准 而且七不准 还不是教育部 或者教委会传达的 是中办和国办 他们传达的 这七不准 不许说普世价值 不许说公民的社会 不许说宪政民主 不许说党的 利益上的错误 叫七不准 我一看 不全面反动吗 那你说我们不讲公民社会 我们讲什么 对对 我说原来 原来中国叫八民 草民小民 刁民暴民等 后来我们的社会学 改成一个公民的社会 什么时候改的 是胡锦涛代表 他是总书记 他代表党中央做的 十六十七大包子就改了 他说我们要大力 去搞一个公民社会的建设 确立 人民当家做主 就是民主的一个精髓 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精髓 全是党的全文件 因为我学党的全文件 我学了多少年了 我对于他们的那个表述 很熟悉 为什么是他们变了 你不是像第三个历史决议 我们说了吗 华国锋不提 胡耀邦赵紫阳不提 党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八九年向学生和老百姓开枪 打死我们人民大学八个人 是不是 这些事只字不提 他们变了 是不是我变 我一直没有变 我就这么说 该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明白 他们自个变了 他们已经背弃了 所谓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所确立的改革开放 或者叫开放改革的基本路线 他们自己变了 而我没有变 所以老有人说 你在国内怎么不说 谁说我在国内不说 我在国内天天说 说什么呢 看路线去 对不对 那时候他们没有变 当时是 说是这个黄国锋 胡耀邦 赵紫阳 后来又变成了江泽民 这个胡锦涛 温家宝 没有怎么变 后来不到了十八大开始 不就转型了吗 得是他们变 我没有变 四年多前到美国之后 到现在为止 在这个期间 人大方面也好 或者是某种形式的 中国的官方的 这个人 有没有通过任何的形式 跟你提醒过你 警告过你 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 有没有过 他们都警告 但是社会学系的 这个老师 以前也是我的学生 跟我打过 估计是两个电话 就是这两次 四年之内有两次 意思就是说 很客气嘛 因为那是我一学生 他知道我是干嘛的呀 他就说 你说话要小心点 这也不是什么警告 而且人家语气是非常的缓和 我不跟他说吗 他很了解我吗 我在人民大学我教了三十年书 他们听过我课的学生 或者说我的同事都非常了解我呀 他让你小心一点 小心什么呢 因为上课嘛 我上课基本都是三个半小时 是四节课 一节课四十五分钟 因为我们一上课就是 两个两节课 就是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有的时候休息 十分钟 我一般都不休息 我是一口气 从八点讲到十一点半 有的时候我讲到十二点 所以他们知道我说话比较 应该说比较冲 他就劝我 他那意思就是说 你的岁数也越来越大了 你在美国去 你讲话要改一改 就这意思 没有政治含义 被人大开除了 周教授实在说 我不觉得奇怪 不觉得意外 因为前些日子 您大概也听说了 就是前些日子 有很多的观众 就跟我说 在网上查不到 周孝正这三个字了 一查根本就找不到 因为原来你在网上 那打这三个字 马上就能查到 他说前一日子 就说大家都找不到了 封杀了 那我感觉 这应该是一个预警信号 就是说可能要采取某种措施了 不然的话没有封杀 那么我不觉得奇怪 你觉得奇怪吗 我也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它像左摆 或者叫总加速师 这是老百姓的话 加速 灭亡 所以给它起码 叫总加速师 他们越加速 而我不希望他们去加速 我希望他们坚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所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 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我是这个事 但是他们越来越左 好像我讲话就不太得体了 其实不是 我就这么讲的 还有一个前兆 就是在2016年 我去台湾当评委去了 因为当时海峡两边 有一个大专辩论会 就是大陆这边出八个大学 台湾那边出八个大学 第一年在台湾辩论 第二年就到大陆来 第三年又到台湾去 他们聘我为评委 所以那一阶段 我是隔一年 我就去台湾一次 2016年10月1号 我正好在台湾 他们就请我给讲 所谓讲话 讲座 我就讲了 讲完之后 等我回到国内 我的老同学就告诉我 说你怎么了 我说我没什么量 我该怎么讲怎么讲 后来我就在这个网上 我看见了 蓝冰墙什么人我不知道 传说是网信办的 他写了文章 他叫做今年10月1号 今年指的是2016年的10月1号 是中华人民国成立67周年的 喜庆日的 大陆人民这天都喜气洋洋的 欢动这个节日 可是大陆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教授周孝正 却在台湾歇斯底里的诋毁中国 给大陆人民添堵 令亿万人民愤怒 他说据台湾联合报 因为联合报是台湾的一个报 据联合报 这个2016年10月2号报道 周孝正昨天10月1号 在台北讲演指冲 台湾是个高度民主的地方 是中国的希望与模范 这话我说过 我现在也这么说 台湾就是模范嘛 台湾青年人有人文精神 不是大陆 砸钱就可以买得动 因为当时大陆呢 就是宁肯 在坐到宝马车里的哭 也不愿意 骑着坐在自行车后的笑 就拜金主义盛行 而台湾我一去看台北 好多的这个车 后头坐着都是美女 摩托车或者是单车 单车就是自行车 我就发表了这么一观点 我说看来 你们台湾的美女 不会报大款 台湾不向中共满朝文武包着来 就是半壁江山 养红颜 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想拿钱摆平 吃人说梦 就也就是说中国大陆 就是要用钱摆平这些台湾 我吃人说梦 他说具体报道 你们从台湾联合报 看这个报道 然后就说 他说周孝胜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社会学教授 著名学者专家 著名什么名啊 对不对 常被众多媒体请去做嘉宾 他说对 常被众多媒体 我做谈话嘉宾 我还被众多的大学和党校 请去做报告 对社会热点问题 做专家点评 由于其异口 惊枪 经常在讲演或点评中 没飞喝色舞 有惊骗子的风格 其讲话风格 观点偏激 语言粗鲁 煽动性 蛊惑性极大 这是他读灭我 对不对 我有什么煽动 我完全是 我是按照党的决议的原话 我给他们念的 他说所以在许多热点问题 诋毁国家和中共 胡说八道 我怎么抵毁国家了 你要说我抵毁国家 我诋毁的是中共国 我诋毁的是中共的一小说反动派 而不是中共 甚至辱骂领导人的现象 时有发生 活说八道 我从来都没有辱骂过领导人 在民众中 有不小的影响 然而此刻 我们不是来 扒拆这些光辉历史 就是反话了 这些 大家上网很容易的 这个 搜到 一大片 我在七月份 也专门写过 对他的一篇评论 此微信公众号也发过 今天我想 就周孝正现象 谈一点的看法 第一 何谓周孝正现象 我也投一次听 我什么叫周孝正现象 简单来说 有两个特征 一是在会上某一专业或领域有相当知名度 常被冠以专家学者的体制内的反对者 他们也不会是体制内 因为中国人民大学是体制内 是国家重点大学 二是其观点能引来一部分人的同情 认可 甚至忽悠 这是两个特征 这其中除了周孝正外 目前比较有名的要数这么几位 中央党校的教授蔡霞 王上江 北京大学的教授贺卫芳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张千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张曙光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张明 北京海淀区教师金融学院的高级教师 袁童飞 至于得到体制内青睐的毛一世 党更不在少数 这些人在国家大事 或与国家利益受到外来侵略 或与社会热灵问题时 常常站在逆国家之位 错 胡说八道 我怎么逆国家了 我是非常爱国的 你们这些家伙才逆国家呢 对不对 这个言语毫无禁忌 胡说八道 我说的话 个个都有出处 基本都是党的文件 不信去查去 看看那注音去 他说我说的话 迎合了部分思想激进 或有怨气人士的胃口 因此常常能将社会舆论怒等 风声水起 高看了我了 我弄什么风声水起了 对不对 大体上就这么一个事 是吧 所以说你说他没有先兆吗 当然有先兆 五年了 他是2016年 他们在网信办的一个人 就跟我这么说嘛 叫周教授现象 点了九个人的人名 周教授 那你是2017年到美国来的 对不对 那么2016年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你们的这个学校 人民大学或者任何的官方 有找过你吗 没有 从来没有找过 因为这篇文章的影响 应该说很小 他是在一个小半的 我看见过 就是不是大半 总的来说就是说 你吃中国的饭 砸中国的锅 是不是这个意思 胡说八道 我吃中国的饭 我是主张共产党要良性运转 我希望共产党内的改革派 或者开明派 沿着党的基本路线 就是扩大开放 深化改革 促进发展 保持稳定 我希望他们沿着党的这二十字方针 往前走 我怎么叫砸锅呢 我补锅还补锅不过来呢 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退休金的情况 我们这个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呢 肯定会非常的关心 说被开除了 这个退休金还有没有啊 就是你自己知不知道你的退休金 是人大给你的还是社保给你的 我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来到美国以后呢 我也退休了 所以呢 他们给我发的钱 给我存在了一个中国银行 或者是中国工商银行 给我存在账户上了 我到现在我也没看过 所以老师问我说你的退休金 或者是什么补贴的 什么工资的 反正就是钱吧 说你的钱多少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没看呢 我看他干嘛呀 后来我今天我看了看 他们是这写着 比如说 这个2021年的这个几月吧 比如说这个11月 不是6月 6月11号嘛 叫人民币 这个是 他叫做基本养老金 基本养老金 9,030块钱 还有点钱 是不多 连就是几百块钱吧 所以我的印象 就是我的这个退休以后的收入 不到一万块钱 是一个月 你指的是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 你看这写着吗 一个月是9,300块钱 那么这个钱 看样子 你并不清楚 是不是 我不清楚 他给我存在我那账户上了 我那账户上 是我哥的 北京的一个亲戚 他替我保管的 那个钱 你并没有取过 是不是 看样子 我基本没有取过 因为我不需要那些钱 我在美国 我不是说了 我买了房子 我一年 我交6000美金的 房地产的税 还有所谓的我这个吃 喝 电 水 气 还有通信费 没多少钱 因为我是过苦日子 一直过的现在 我是19岁上山下乡 到黑龙江生产电视兵团 一个月32块钱人民币 我挣了将近10年 满大满算 我挣了3800 现在来讲 涨10倍 3万8 涨100倍 变38万 如果我现在在北京 我有38万块钱 我大概我就买几个 乒乓米的房子 他们有人说过苦日子 过苦日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一直就过苦日子 有人说你到美国 我到美国还是 按照他们的观点 还是苦日子 不就吃点喝点吗 那么在你 2017年 从中国到美国来 我也知道 就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 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说法呢 你可能并当时 可能并没有想好 说是要不要移民美国 要不要在这边就留下来 不回去了 但现在四年多了 你现在也在这边买了房子了 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任何的时候 跟人大或者是官方表示过说 我已经就留在美国了 不再回去了 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 从来没有说过 为什么到现在 从来没说过 我也没拿定主意 我来的时候 我更没拿定主意了 来的时候 我是接到一个通知 让我上日本领奖 叫做华人榜 人为奖 后来又告诉我 领奖的地点 由东京改成洛杉矶 所以我就来了 原来是说是在日本 没有奖金 领完了 我就上华人顿 找老朋友来 到华人顿 我的一个老朋友 给我介绍了一个人 他就带我去看房子 我说咱就看看去吧 一共我看了三处 前两处是二手房 第三处就现在我住这个 我住这当时是新房 这个小区只有四栋 现在是三百多栋 当时就只有四栋 我这房子就是第一批 空房新房 来这一看 一共是三层 一共是430个平方米 大概等于4500尺 要件57万美金 而且我当时 我带着九双美金来的 因为我北京的房子给卖了 当时卖了600万人民币 大约换了九双美金 我就来了 我一看这房子是便宜 你像我在北京 我那房子是76个平方米 而且也没有院子 我把那76平方米的两居室 我卖了以后 我到这变成了一个三层的 独立的一个楼 而且是变成了430个平方米 而且钱呢 只花了我 百分之 这个60的钱 因为我那600万人民币呢 是换了大概是90万美金 我在这买的这房子是57万美金 再加上两万多个钱买一台车 所以一共花了我三分之二的 这个北京这一套房子钱 嗯 对我说挺好啊 他就买了吧 买他就住这了 到现在住了4年了 我觉得挺好 嗯 周教授 在什么情况下 你可能还会回北京 我的身体情况 因为我今年75周岁了 如果我回北京 我得过太平洋 坐飞机 得超过12个小时 如果我的身体情况允许 我随时可以回北京啊 因为我现在拿的是中国护照啊 对吧 嗯 你回北京的话 有没有人身安全的问题 我认为没有 原来没有 原来一点都没有 我随时可以回去 现在他开除我了 他说你开除我了 我也是中华人民的公民啊 我的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的护照啊 他说开除我 也没有什么理由 而且他也没有给我判过 他也没给我判刑啊 只是开除 对不对 大不了就是退休金不给了 不给就不给吧 对不对 我们都过苦日子过一辈子了 我都过到75年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个基本生活的问题 我没有问题 我不说了吗 吃喝嫖赌抽 我一概没有 这些坏毛病 我一点都没有 哎 我就是 我就是 喝点茶 所以有人老问我 说你喝那茶 什么茶 绿色的 就是绿茶呀 我就喝点绿茶 那个绿茶是墨 墨茶 哪来的 是日本进口的 因为我去过日本 我觉得日本环境保护 搞得相当好 而且那个日本的墨茶 很便宜 它就是你看着 吃绿的 它就是绿茶嘛 没多少钱 我那一袋子茶 可能是十来块钱吧 我得喝一年多 周教授 你这一次被中国人民大学给开除 我个人认为是因言获罪 最大不公平在这个地方 那你认为 中国人大开除你最不公平 最不合理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言论自由 我有表达的权利 而且我表达的完全是符合党的基本路线 那你们自个儿变了 你们本来说的是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现在人们全面向左转 我没有向左转 那怎么就把我开除了 这叫电脑是非 毁腰黑白 对不对 那好 我们今天就跟前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学的副教授周孝正先生 谈了他被开除的情况 我们这次节目就到此结束 感谢我们的观众 也感谢周孝正教授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感谢周孝正教授